我回想真的是 还有心里还有恐惧 当火车在刹那碰撞的时候 它整个把我的椅背 弄断了 把我人挤在前面的椅子 空间脚放的椅子 把我挤在那里面 然后 三到五秒钟的时间 那个火车已经脱轨了 已经在铁轨上面震动了 我在想说 怎么要祷告也来不及了 但是就在那五秒钟的时间过后 整个列车停下来 一个人也在那边清花 他说还在想说 这是是不是梦 结果 刚停下来 五秒钟停下来之后 发现这是事实 当时的副列车长 也在我们这个车厢 他用他的无线电 他回到的讯息 他是说铁轨出轨 火车出轨 火车出轨这样子的讯息 那我看我们这个车厢 就是最后的一个车厢 没有人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里面 有八个八列车厢 但是前面的后面的两节半车厢 是在隧道的外面 那我不知道其他的车厢 在隧道里面是那么严重 如果说没有神的话语 说往右 以至于我又转向了 到了右边的第一个车厢 让我们生命再延续下来 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 其实我们生命只是短暂的 追求宁命的生活 追求上帝的爱 才是永永远远的 当我重生的时候 我对自己的生命改变 我变成是每天读经 祷告 可慕都有上帝的话语 那让我们装备自己 不管是面临现在的疫情的环境 面临现在的人 而且是不管是经济 不管是现在生活所需 当我们能都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来依靠神 来经历神 我跟各位分享 弟兄姐妹分享一段经文 就是马可福音 第十六章十七节十八节 信的人必有神迹 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 说心方言 手能拿手 若喝了什么毒物 也不必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 我想 神迹 上帝 是 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而是我们 怎样去经历神 我经历过 他如个事件 很多人问我 很多人问我 神是怎么样告诉你 神是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是怎么样 的 来感应到神 是用什么方式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信主 二十几年了 但是 自然而然的 你 咳慕 上帝 的爱 透过你来分享 那你来 每天经历 就如同 溪水 不不一样 上帝的灵命的话语 每天每天 浇灌在你身上 你每天每天 都有上帝的灵命 在你身上 你自然而然的 跟上帝 的关系 就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自然而然的 你也可以 跟我一样 我想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有没有去实践 以上是我跟 基督教今日报的 弟兄姐妹们分享 哈利路亚 谢谢